没问题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台湾网站的accessibility issue 所以现场说我们变成名字就是T-W-A-E-E-Y 意思就是台湾accessibility 然后我们讨论的内容是想准备一个方式 就是找到这个网站的问题 然后放在一个GitHub的repozitory 就可以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全部都看得到 然后我们也讨论怎么跟医院还是医院跟政府 什么人那个网站的管理网站的人 可以怎么跟他们联络 我告诉他们我们找到的地方可以改一改 准备一个方式彼此处理这个issue 再说我们也想确定一下 我们想处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 跟外国人特别有关系 还是跟另一个有障碍的人有关系 可能在不一样的网站有不一样的题目 我们也是跟一个医院的员工讨论一下 所以后来可以真的处理真的问题 就这样 应该差不多 有兴趣就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可以放进去我们的slac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